另外一群租屋族 他們的煩惱則是說 每次搬家的時候 這個家具都很難拆裝 帶不走 台灣就有一個新興的家具品牌 他們看準的就是這一項商機 它設計出的是可以反覆拆裝 非常容易的家具 這個關鍵就是控制木板跟金屬 直接要在0.2毫米內 這個成立6年的MIT品牌 竟然就成功滾出了 八位數的年營熟 窗架櫃子梳妝台 原木色簡潔設計 看起來日常簡單 卻橫掃紅點IF等各大國際設計獎 因為他們不僅能做到重複拆裝 還不用複雜工具 那麼記者剛剛經過一陣惡捕之後 現在就來實測我組一個住駕 到底要多久 我們馬上開始 那像記者剛剛一個新手耗分2分06秒 就可以把這個住駕給組好 徒手秒拆秒裝 這背後可是常有精緻工藝 做大的畫木板送進切割機 精準分割成150公分長方形 接著切割凹槽打洞 用兩個木塊固定不偏不倚 凿出小洞 全程的誤差值都得精準拿捏 這個凹跟凸中間 它是有一個很細微的縫隙的 那這個縫隙我們把它抓到 一般的家具的這個 它會在製作上有一個公差值 那我們公差值抓到 一般的十分之一的大小 切好的木板被師傅推上機台打磨 光這一關就要磨六次才夠精緻 超級重工也讓這個新興本土家具品牌 在成立初期失足苦痛 一開始寫了二三十封的信件 只會有兩三家回覆 那只是初步回覆說可以願意來談談看 那會不會可以合作又是另一回事 創辦人之一的黃景平 甚至曾一天泡在工廠十多個小時 就為了看做工 獨家設計加上勾品質要求 才成立六年的MIT家具品牌 成功滾出八位數年營收 東森財經 黃福祥 張華貞 台中採訪報導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